眼前这个黑洞正在不断地吸收东西 甚至蓝胖子和大熊都没有逃过一劫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大熊竟然主动提出帮妈妈跑腿送高尔夫球杆 这不止震惊了大熊妈 蓝胖子也是大吃一瓶 但大熊这么做可是有自己的小心事的 他最近眼睛拿了一串刺起丸子 妈妈已经很生气了 必须得让他保持个良好的心情才行 虽然说今天又考试了 他很可能再度考零分 他到时候可能构成一个奥运五环了 没一会大熊累了 想让蓝胖子帮帮忙 于是蓝胖子拿出了道具 黑洞笔与白洞笔 蓝胖子用黑洞笔在墙上画了个圈 把尔夫球杆靠近黑洞 就会北极进去 但最重要的是 记得要把黑洞擦掉 之后蓝胖子头顶住蜻蜓 那只大熊直接飞上了目的地 再把白洞笔画一个洞 把尔夫球杆就自动扶出来了 任务就这样轻松的完成了 回去的路上 大熊和蓝胖子看到了 头头摸摸的小夫 疑问才知道 他是怕新买的漫画书被胖虎抢走 这不巧了吗 大熊立刻用黑洞笔画了一颗黑洞 一靠前黑洞 漫画书就被吸进去了 大熊得意洋洋的 让小夫放心回家 只有蓝胖子 油心重重的把黑洞给擦掉了 路上 大熊一行人果然碰到了 强接强强的胖虎 于是小夫说自己没有买 胖虎也不信 他甚至把小夫 倒挂了过来 没找到漫画书 胖虎只能放过了他们 曾经骗过胖虎 小夫等人安全到家 大熊立马用白洞笔画了一个洞 漫画书飞了出来 既然漫画书保住了 小夫十分开心 先让大熊先看 而一边的蓝胖子 就默默地把白洞擦掉了 回家的路上 蓝胖子想把刀具要回来 说大熊怎么会乖乖听话 他是小聪明 把单纯的蓝胖子给鞠走了 一转身 大熊就看到了 赶面门小提琴的金香 他立马上之前引起 于是金香不绝的小提琴重 大熊也要自顾自的表现 他拿出了黑洞笔画了一个黑洞 小提琴被吸进了黑洞 金香很担心 但大熊小提琴的让他回家 睡得大熊忘记擦掉这个黑洞了 到家后 金香连忙让大熊把小提琴拿出来 大熊不着急 他慢悠悠的说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只要用白洞笔 再画一个白洞就行了 可麻烦的是白洞笔不见了 不管从口袋里怎么翻 拿出的都是黑洞笔 这下糟了 第一边小夫又买了新的漫画书 还给他被旁壶打了个正着 为了保住自己的漫画书 小夫跑得费坏 和一个转轿过后 小夫不见了 小夫也被吸进了黑洞 只要路过底的黑洞 不管是谁 都会被吸了进去 这下可糟了 从地上小伙伴们在讨论 神秘的消失事件 大雄恍然大悟 难道说话的那个黑洞 跑到那一看 大雄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他想去擦掉黑洞 但反而差点被吸了进去 最后一只猫给大雄挡了一劫 找路过的大雄妈就没那么好运了 大事不好 大雄联盟跑去告诉蓝胖子 原来黑洞因为吸的东西越多 他的吸引力就会越大 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找回白洞笔 于是他们并分两路 大雄去找笔 蓝胖子则去想办法 爬掉黑洞 但这期间 黑洞系的东西更多了 甚至连卡车都没有放过 大雄找了各个地方 甚至连狗窝都没有放过 可是就是没有找到白洞笔 另一边 蓝胖子用绳子的一端 绑住了自己 另一端则绑在了一棵大树上 可即使这样 蓝胖子还是被吸进去了 甚至连过来查看的大雄 也一并被吸进了黑洞 说好的这就光环呢 晚上老师在提改作业 树木山一如既往的一百分 找大雄的试卷了 也是一如既往的零分 可突然老师的笔没有水了 于是他拿出了今天刚剪到的笔 没错就是白洞笔 零三的笔刚化完 一大堆人和树木都出来了 大雄和蓝胖子也终于得救了 好了 白洞白色的明天在等着我们哦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 咱们下期见